字幕放音樂 好的各位本次就是我們這個台服的6x9號更新內容 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哎這個黑石開了沒錯 那其他活動呢,我們也就不多看了 我就只會把活動的內容大概這樣貼上來 然後放一下 給你們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底下的那個資訊欄我也會留個網址之類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進入我們重頭戲 欸 等一下 還有這把 這個之前說要出的這把 翡翠瘟疫喔 救贖改的 OK 這把還是不錯啦 那之後有機會會再測試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黑市啦 沒錯喔 黑市終於出了 這次也出了這個黃金刺血龍炮 那你有看到我這邊已經在標價一把紅色CV了 因為剛剛看到 欸 好像還滿便宜的就開始標了 那這次能賣什麼呢 極盜滅殺能不能賣呢 幫我們查一下喔 極盜滅殺 欸 沒有 極盜滅殺 那黃金刺血龍炮呢 它是有固定的時間在賣的喔 黃金刺血龍炮的平日的話 1到5平日喔 就是晚上的7點到8點會出一把 晚上的8點到9點也會出一把 晚上的9點到10點也會出一把 10點到11點呢 也會出一把 所以說平日1到5 一天會出10把 對 就是每一天都會出4把 那如果是週末假日呢 星期六日呢 就是下午 還有分兩個時段 欸 應該說 這兩個時段就是差距比較大啦 就是一個是下午的2點到下午的3點 然後以及下午的3點到下午的4點 那接下來就是直接跳到我們的 晚上8點到晚上9點 以及我們的晚上9點到晚上10點 那可以看到現在刺血龍炮價位是非常非常的 呃 看起來是蠻便宜的 說實在的 這比起韓服那時候一直漲漲漲 喔 漲到最後真的會變成 欸 天價 可能是現在的兩三倍也不一定 因為韓服那邊呢 是一把 之前我是看到啦 一把賣到14萬 最低價14萬 然後你搜尋刺血的話 它只會有4把出現 可是 那只是我看到 剛好看到那一幕 我不確定之後會變怎樣 那還有這是台服 這也不是韓服 那也是建議大家先把這個買下來 不過有有錢 然後想要的 趕快先把刺血買下來 不然等一下到最後長到跟韓服一樣 欸 對 好啦 看你自己 喔 對 看你自己 欸 靠邀VSK94有賣那麼貴 對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黑市的時間 對 其他都不用管了 我們就是玩黑市就對了 黑市就出來了 對 玩黑市 耶 啊 給你們看一下閃吉斯特恩的價格 閃吉斯特恩 閃吉斯特恩 等一下 等他跑一下 那我是覺得啦 這次的暗影視鏡真的比韓服還要低價很多 真的 韓服那邊的暗影視鏡真的超貴的 我那時候看 如果我之前有看過我的韓服影片應該知道吧 韓服一把暗影視鏡一萬多耶 哇哨 一萬多兩萬多耶 超貴 不知道貴什麼意思 唉唷 全部超低價 那待會呢 也快接近我們7點了 差不多那時候 7點多吧 我會開個 小小開個直播 給大家看一下之類的 哇塞吉斯特恩的價位還蠻低的喔 說實在的 他真的價位還蠻低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有那個 那個 愛的箱子 或是寂寞的箱子那種 所以他價位才會變這麼的低 因為大家都有了嘛 對不對 那 多的嘛 愛很刺心也是 可能我們台服那個 愛的武器箱送太多了 欸 愛的武器箱嗎 還是寂寞 啊 忘記了啦 反正就是 箱子啦 紫色那個 開起來或者是這種 愛心那個 欸 耐久度之類的 那 血滴子的價位其實是還 還算蠻穩定的 以及獵魂槍 這兩把是蠻穩定的 那刺血龍炮可能 只是比上次大概 長了一點點 一咪咪 嘿 差不多就是這樣 寫地址喔 哇 可能 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考慮一下那個 等到 等到那什麼 晚上去飆飆看看有沒有加6的 物品搜尋 看一下能搜尋到什麼 閃機是真的有了嘛 啊 毒 劇毒擴散機 雖然說沒有人要買 不過還是搜尋一下好了 好啦 其實這個 劇毒擴散機 其實是沒有那麼重要 呵呵 我們這次主要的就是 我們的 暗影獅星 價位 以及閃機獅人價位 那還有一些 比較高檔的武器的價位 對 沒錯 那 至於黃金刺血龍炮呢 到時候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好不好 到時候有興趣的話 我可能會小開個直播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之類的 那就是這樣啦 我們的這次介紹影片非常非常的短喔 可能就試給你們看一下 欸 黑市出了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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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